近期美方以演习为由 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 美方首次在海外和亚太地区部署中导 也是美方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 首次部署此类武器 美飞的做法将整个地区置于美炮火之下 将巨大的战争风险带入域内 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格局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高度警惕 坚决反对 中导是极具冷战色彩的战略性进攻性武器 美方此举是开历史倒车 鼓动阵营对抗 强化军事同盟 挤压别国的安全空间 将进一步打破地区的战略平衡 制造新的紧张对立 菲律宾将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 严重背离作为东盟国家的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东盟宪章的精神 严重破坏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 冲击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架构 引狼入室定将反噬自身 火中取栗必定自食苦果 我们要求美非尊重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 立即停止上述危险行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